我们上礼拜的一些东西 我们上礼拜主要在讲 一件事情叫做检定 那这个通常我们叫做假设检定 Hypothesis Testing 那假设检定 当然就有所谓的假设才有检定 那假设是什么呢 假设就是某个 你认为某个公式是对的 那我们要检定一下 这个公式是不是对的 那这个公式通常我们可以用 一些统计值来检定一下 但是我们所检定的通常不是指它对不对 而是指它是不是错的 如果它是错的 那我们有很高的几率 可以有很强的证据 认为说OK 我认为你是错的 我会很有信心 但是如果它是对的 其实我们只能够说 我不能够否定 那这个叫做假设检定 所以我们在做假设检定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H0 这个叫虚无假设 那另外一个叫H1 这个叫研究假设 那所谓研究假设就是 我们想要证明某个研究假设是对的话 我应该去否定虚无假设 就是否定虚无假设 如果虚无假设不成立 那就是研究假设成立 因为这两个是刚好相反 如果一个是等于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不等于 如果一个是小一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大一等于 OK 所以它这两个是对立的 所以通常我们也可以叫这个H1 叫对立假设 那这个对立假设 英文叫做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会有四种可能的 可能的状况 第一种是H0是真的 但是呢 我们却把它拒绝了 这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这个错误的基础我们叫α 那这个我们叫行义的错误 第一行错误 那另外一个是 H1是真的 那也就说 H0是假的 那这时候我们拒绝H0呢 就是正确决策 那再来呢 是H0是真的 然后我们无法拒绝H0 也就说H0是真的 我们没有拒绝它 所以应该对呀 那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正确决策 其实这两个对角都是正确决策 那再来呢 是 H1是真的 但是我们却无法拒绝H0 这我们就换了第二行的错误 那这个几率通常我们叫做β OK 好 所以这里的α和β是两种不同错误的几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希望说正确决策的机会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格和这一格的机会越大越好 那相反的我们就是希望说错误决策的机会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格和这一格的机会都越小越好 但是有时候你有个两难对不对 你可能这个大这个小了这个就大了 这个小了这个又大了 也会这样 那所以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尽可能让他们两个都小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那么完全 好 那在这里我们所统计的方法通常会用 比如说Z减定 这个是在减定 减定平均数的时候 而且变异数已知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Z减定 或者我们用T减定 这是在减定平均数 但是变异数未知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T减定 那这里我们就会减定像平均值减定 我们用T减定 变异数减定我们用 Ki²卡方减定 那比例P的减定呢 我们会用常态的Z减定 其实平均值的减定也有一个是常态的Z减定 是变异数已知的情况之下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五亩数减定 五亩数减定这种是减定中位数 那我们不假设它有平均值 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它平均值 而且甚至呢 那个东西不是常态的 那个东西如果不是常态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用常态的方式去减定它 那T减定和Z减定其实都假设常态 只是两个不一样的常态 Z减定是完全是常态的 T减定呢是它虽然是常态的 但是呢它的变异数本身是有自由度的 所以它其实只是在变异数上面只是逼近常态而已 它并不是真的常态 OK 所以呢 在比例的P减定上面 其实也有一种是Z减定一种是T减定 要看你到底变异数知不知道 那但是在这种中位数的减定上面 它就不是有任何假设 它没有假设说我是常态分布或怎么样 这是为什么它要用中位数的原因 因为中位数是一个 只要你排序排得出来 你就有办法算出中位数 那只要这些中位数呢 之间某些是来自同一个样本集的话 那它保留某种关系的那种几率 我们还是可以算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叫做五亩数 因为我们不假设它有它的平均数 也不假设它的变异数 这时候情况我们用中位数减定 那单组的样本呢 是减定说某个值是不是等于那个值 比如说μ是不是等于μ0 σ是不是等于σ0 p是不是等于p0 m是不是等于m0 那两组样本的减定呢 就不太一样 因为我两组样本 通通都是从同一个分布抽出来的 那我要检定它到底是不是 从同一个分布抽出来的 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要检定μ1-μ2是不是0 或σ1-σ2是不是0 或p1-p2是不是0 或mx-my是不是0 那这些呢就变成因为是两组样本 从同一个东西抽出来 我们要检定这件事情 那它不一定是从同一个东西抽出来 所以才要检定 那另外多组样本的检定 这个叫做变异数分析叫anova 那我们这次考试呢 我们的重点会在前面 那anova的部分我们就不考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课本呢 你如果课本可以拿出来一下 我们期中考考到第五章嘛 对不对 那期末考就是6到10章 也就是说再考五章 那分量跟其中考的时候是一样 那等一下再讲 这样五章的大月末考的部分吗 okok等一下 因为我们下礼拜会忘我们的专题 对啊但是我们下礼拜会补课 所以很难心 哦对 下礼拜 礼拜五早上你们有课吗 有 有人有上庄室 同事 那还有什么时候有 我们下礼拜 pandemic collar 1 3 4 1 4 4 4